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Ada 大陸上市公司股價面臨大失血 在A股、港股和美股方面全線大跌 分析認為有多重的因素對大陸經濟造成衝擊 包括疫情和封城措施 地緣政治風險 以及中概股除牌風險 以及中共針對科技企業的監管風暴等 香港恆生指數 在這個星期頭兩個交易日累計下跌10% 在2008年以來最大的2日累計跌幅 該指數跌至6年來最低水平 美國金稅基金中國互聯網ETF 關注在香港和境外上市的中國互聯網企業 美國金稅基金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3月10日以來累計下跌了接近30% 該基金的五大持倉股 包括騰訊、阿里巴巴、京東、百度和美團 佔持倉份額的46% 《華爾街日報》3月15日分析指出 COVID-19疫情日趨惡化 是大陸上市公司股價下跌的原因之一 大陸很多城市再次被封鎖 包括科技和製造業中心深圳市 在3月14日至3月21日封閉7天 而深圳是富士康中國公司和騰訊的總部所在地 阿里巴巴、京東、美團等科技企業都在深圳設有業務 上海市系大陸金融和製造業中心 那裡也有一些小區封閉 學校停貨 全部客運站停鎖 重工業城市長春市 由3月11日起開始封城 開放時間未定 鳳田汽車工廠因此被迫停工 3月15日 大陸股市收市價 創下21個月新低 物資收跌4.95% 是兩年來的最大跌幅 路透社分析表示 市場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擔心加劇 商業情緒下滑 消費者情緒低迷 也令房地產市場雪上加傷 大陸上市房企股價出現下跌 在這星期頭兩個交易日 恆大集團累計下跌21% 碧桂園下跌接近28% 另外全球供應鏈也面臨挑戰 美國半導體企業 邁威爾科技有限公司總裁 馬特梅菲在3月14日 向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表示 大陸新一輪的封城很可能會衝擊到科技產業供應鏈 他說封城很有可能導致電子行業供應鏈全面中斷 影響最嚴重的是深圳市 台灣富士康是蘋果公司的供應商 在深圳市的工廠已經暫停生產 富士康在發給CNBC的一份聲明表示 只有政府批准才能重新開放工廠 CNBC表示 疫情對經濟造成了深遠影響 尤其是半導體等行業的 關鍵電子元件供應鏈 而晶片短缺更是衝擊到汽車製造等行業 導致這些企業被迫減產 3月14日 美中兩國外交官員 以俄烏問題進行了7小時會談 路透社表示 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在會談後 透露消息說 美方直接表達了對中共支持俄羅斯的擔心 以及某些行動的潛在影響和後果 3月14日 摩根大通分析師 黑調了騰訊、阿里巴巴和京東等多家 中國互聯網企業的評級 分析師報告表示 由於地緣政治和宏觀經濟風險上升 許多國際投資者正在減少投資 中國互聯網企業 在6至12個月內 都是不可投資 3月14日 中概股大跌 拼多多步跌21% 百度下跌8.4% 阿里巴巴和京東跌至少10% 在3月15日當日的交易日 港股和A股同時開始大跌 香港恆生指數 收跌5.7% 開始後的最低位 一度距離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時的1870點 差距大約只有一成 恆生指數的中國企業指數下跌6.58% 是2008年以來最低水平 彭博社認為 中國拒絕譴責俄羅斯 在聯合國安理會投下棄權票 但中共在地緣政治方面 正在為此付出代價 國際社會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和中共對待台灣作為比較 經濟分析師認為 中共對烏克蘭的戰爭態度 是中國經濟下滑的原因之一 有中國學者主張 中國要和俄羅斯切割 中國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副理事長胡偉 最近發表文章說 中國應該盡快和俄羅斯切割 擺脫中國面臨的孤立 但文章很快就被刪除 大陸網絡上留下的 更多是支持俄羅斯 批評美國的言論 美國證監會3月10日披露 一份中概股除牌風險名單 包括5家公司有 白濟神州、白姓中國 在鼎醫藥、盛美半導體 和和黃醫藥 根據美國法律 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 如果連續3年 不接受美國監管機構審查 可能會被除牌 3月10日 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大跌 阿里巴巴下跌8% 京東下跌16% 平多多下跌17% 中國在線房地產中介公司 貝殼找房 更是下跌了24% 即使很多中概股即將要 或已經在香港上市 但仍然可能被美國投資者拋售 尤其是考慮到地緣政治風險 在中國方面 華爾街日報3月14日 有知情人士說 金融監管機構最近發現 微信支付無視官方的反洗黑錢規則 在遵守了解你的客戶 和了解你的業務等規定方面存在漏洞 很可能會面臨破紀錄罰款 有知情人士說 罰款金額仍然相矣 可能至少高低人民幣幾億元 將會遠遠高於過去這類罰款的金額 3月14日港股市場 騰訊一度大跌10% 阿里巴巴跌超過10% 就在疫情、地緣政治風險 和監管風暴同時來的時候 阿里巴巴和騰訊都傳出 在未來可能裁員10%至30%的消息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至本台記者 張玉潔的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